這個社區日活動就要正式開始 那一開始啊 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楊國龍 是大庫桿西環境文化學會的總幹事 那今天來為大家做串場人 不是主角 是串場人 那今天我們也很高興邀請到幾位 來參與我們今天的禮堂 那我們先歡迎那個 我們陳鴻阿劇的 應該算第三代是不是 第五代 第五代的長孫 應該是長 真真孫 我們請歡迎那個陳明中 陳大哥 大家給他掌聲歡迎 等一下要請他來跟我們分享很多 這方面人類 然後第二位 那個賴建成是來了嗎 還沒 還沒這 OK 我們本來 那個我們今天就要請賴建成出來 幫我們做一個收尾 因為今天有很多文化路相關的一些古蹟啊 歷史建築 那這很多東西都牽涉一些專業的問題 那我們一般的老百姓可能還沒辦法談到很多 屬於那種建築師可以談的那個部分的面向 所以說等一下他會來幫我們來做一個 做一個ending 我們希望說今天 可以用一種互動的方式 大家可以提供一些很好的建議 然後我們可以方便我們未來齁 接下來我們要怎麼再繼續做下去 不然的話你看我們從95年就開始啊 要保護古昌 結果古昌拆了 我們要保護這個文化路的那個土地公廟 結果土地公廟也被拆了 然後最近的那個陳發機 也是幫他記錄幫他做守護 結果到最後陳發機也拆了 那這樣一直拆下去齁 其實文化路就不叫文化路了 要叫什麼路呢 各位覺得要叫什麼路 因為文化路已經慢慢沒有文化了 因為古蹟都全拆了還有什麼文化可言 那我就開始簡單先利用五分鐘到 五六分鐘左右的時間來看一下這幾張簡報 我今天大概跟大家先盤點一下齁 我們文化路的有哪些古蹟跟文化資產齁 大概有十二 大概分了十二部分來跟大家分享齁 第一個鷹歌石齁 鷹歌石我想說在地的鷹歌出生的小孩也好 或是後來迎迎進來的人也好 對鷹歌石都會有一些傳說故事齁 都了解一些故事齁 那如果我告訴你這個 我不知道陳明中大哥有沒有一樣齁 就是有兩隻巨鳥 然後常常危害相離 然後後來正成功來了之後齁 就把他兩隻打死掉齁 然後一隻化為鷹歌石 一隻化為鷹山齁 這是我聽到的故事齁 那這張照片也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這張照片是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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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績位都在非常近齁的距離齁 去拍的鷹歌石 各位看是不是像一隻鵰鵡 一隻鳥 其實我們可以想像說 三百五十年左右 那時候我們鷹哥的第一批人來這邊開發 從大漢溪從淡水那邊塑水而上 然後來到這個地方看右手邊的山上 就是這樣一個石頭 然後在全台灣裡面各位覺得 這樣這麼大顆的一顆石頭 在哪裡會有呢 應該是很特殊很少見的 所以說這個石頭就變成 後來的鷹哥這個名稱 這是日本時期 我從日本時期一本書裡面 把它摘布下來的一個 黑白照片的鷹哥石 各位可以看看是不是真的很像一隻鳥 到現在有沒有越來越不像 還是說越來越像 各位可以比較一下 那這鷹哥石裡面 石頭裡面有個傳說的美麗傳說故事 當然實際上各位聽到的可能 跟我寫的可能不一樣也不一定 那這個石碑是很特別的 這裡上面就是定名說它是鷹哥子 因為那時候是在招惟時期所立的牌匾 然後上面是寫招惟時期 然後為什麼會跟日本人取的 改的名字不一樣呢 其實是有原因的 因為這個鷹哥是台語的 鸚鵡的台語的鷹 這是石頭對不對 所以說台灣人他被日本人統治啊 他不喜歡那個日本人幫他改了現在這個鷹哥的名字 所以說就堅持在石碑裡面要刻這個名字 接下來是第二個 我覺得啦 五花路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文化資產 就是大瀚崁溪 就是大漢溪 因為大瀚崁溪他 沖刷了三四萬年 累積了很多 從上游沖刷很多土石下來 淤積 長久淤積 然後沖刷一個很適合燒頭的桃土 然後造就了現在桃子產業 然後另外還有就是 大瀚崁溪他在漢人來了之後 三百多年前到一百年前 全部都提供很好的核運運輸 所以說他提供很好的一種運輸 當地的產業 可以銷售到其他地方去 所以帶動了整個地方的發展 然後另外河流當然也孕育了很多鼓勵 讓我們的農業可以種稻米 可以種各種的農作 所以說生命之河 當然感情也是 我覺得蠻重要的文化資產 這是我們有一位志工 他親戚提供的一個老照片 以前要到三峽要坐這種船 不是現在很方便 所以可以開車或騎車 經過山音大橋 第三個就是英哥的獄警之聲 就是所謂的 英哥有什麼一些火災啊 或是有些盜賊的一些問題 然後就敲這個鐘 一直到日本人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 喊注意了 就是有空襲警報 空襲警報的時候也是從這邊 因為當時在這個地方文化路是最高點 所以說這個鐘樓就變成一個很特殊的景觀 不過這個也是很需要我們後續再去做為 因為它有點坍塌下來 還是可以再做一個重建 再來說一個產業的記憶 英哥的很多產業都很特殊 那有一些建築跟產業有相關的 像千濟商堂 這就是在英哥 我覺得在現在的建國路出口那個地方 旁邊的地方 千濟商堂 很漂亮的建築 各位看一下 它的這個門櫃 有很多圖 有一個裝飾 很多裝飾 當然已經搬駁下來了 後面姓什麼 姓委 後面還有兩座山 這是那個大壩 大壩探礦 大壩探礦事務所 那當初它在拆之前 我還去拍這個照片 對 這就是我拍的照片 它已經變這樣子 不成樣了 其實如果說這個建築 假設還留到今天的話 這個絕對是一個國際的 因為整個這個煤礦 對整個英哥在地來講 是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所有 從三峽 大溪 還有 還有土城的邊緣的地方 有一些煤礦全部都透過 輕便台車道 運到英哥來銷售 來運輸到 透過火車運輸到各地去 所以說 在日本時期的一本史冊裡面 它記錄說 英哥的火車站 它的貨運量 是全台灣第二年 就是 惠文 載回淨 出貨 它是全台灣第二年 就跟它基本上說 哪裡人買最多的 車票沒得最多錢 當時的貨運 英哥是全台灣第二年 所以說這個礦業 也是有一些很值得記憶的地方 另外還有一個產業的記憶 就是 英哥陶瓷 很有名的 這個 一成記 那一成記它 它這個建築裡 其實在淘寶館 蓋後沒多久它就拆了 所以說 它已經拆了大概 我印象中應該七八年左右了 好 那一成記它有號稱 英哥的陶瓷大學之稱 因為 早期 無家壟斷的陶瓷技術啊 因為 一成記的那個 陳蕾蘭先生 他 同時說 找師父來開班授課 然後 傳授了很多 自陶的一些技術 然後慢慢的這些人 都到外 外面去 然後自己開業 然後就 開花結果 就是 後來 搖場又雨後春筍般的這樣 一直陸陸續續的 設立 所以它是一個非常關鍵的一個 一個 陶瓷大學 那這是它 我去訪問它 有一個 那叫什麼 李 李寶貞先生 他提供了 當時他們那時候的照片 這老照片 日本實習的照片 你看 這水缸這樣做 齁 齁 整個工廠 就是後面的工廠 就是水缸 再來是我們另外一個產業記憶 就是 當時的那個農業 齁的一個記憶 齁 就是所謂的農會穀倉 齁 那這個穀倉啊 齁 剛剛明天也講過嘛 就是它 它是一個 保留非常完整 齁 像我們 明天跟我都有去 那個二解穀倉 就是宜蘭二解穀倉 他們現在已經 設定了古蹟 然後開放 我等一下有一大堆照片給大家看 齁 你就會發現說 人家可以做得這麼棒齁 然後變成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地方的資產 齁 所以說我們都沒有好好善用 整形 你看 這個都是木製的齁 都用茶軸的齁 齁 這個連米機是用木做齁 然後三層樓高 齁 這是第二層樓 齁 第二層樓齁 齁 然後這些皮帶齁 還有一些這些工 這些齒輪齁 全部都是一貫作業的 齁 一直就說 稻殼把它倒到某個地方去齁 從倒到一樓地底下去 然後它就一直 一直一貫作業倒出來就白抹 它非常非常特殊的一套 全世界工化的機器 齁 齁 齁 那這個是頂樓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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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有不同的解釋啦 這是我們在改建之前的古蹟公廟 其實它這個是一個鐵皮屋啦 其實後面的一些很美很漂亮的古蹟都被遮住了 你看有沒有看到 後面的出來了 就是在拆除了那一天 把那個鐵皮屋拆掉之後 你看 這個照片跟我們剛剛看到那個 日本的照片就是幾乎一模一樣的 所以說很多古蹟拆了之後就沒有了 所以說真的是要好好的慎重去想一想 那當然我們一般的老百姓能做什麼 我們的民眾能做什麼 其實大家可以討論一下嗎 因為可能一個人的力量 兩個人的力量不夠 可是集眾和眾人的力量或許就有可能 會有一些可能性也不一定 那再來就是文化路的歷史建築 綠建就是塵發區 我剛剛一直介紹到從前面到這裡 來 只要是人工的建築幾乎都拆光光了 這是最後一間拆的 就是今年拆的 真的有點可惜啦 因為文化路剛剛講了這麼多文化資產 竟然拆到這一間來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大的警訊 所以說大家要好好的去思考一下 要怎麼樣來繼續做下去 這是塵發區 這個是應該是在很完整之前的 我拍的 你那時候還可以停機車 可是到最近十年來就變鬼樓了 就不能停東西進去 因為很危險 就是從上面拍下去的 其實它本身已經 它很嚴重了 它是一個適合院的一個方式 就是它很有特色的一個背影 這個是金仔卡 非常有特色 應該很多人都來這邊開結婚道 應該有吧 因為感覺很有味道 要是我再結婚一次的話 然後它的大門 因為它有特殊一個風水考量 大門是在側邊 再來就是黑金歲月的痕跡 就是訣章 你看它這邊有很多人在這邊 在做校外教學 那這張照片是在十二三年前開的 那這個 這個是我住的大的 那時候住的大的 你看看十幾年前那個跨條還在喔 當然它這局部 因為跨條本來很大 十幾年前那時候已經拆了 只剩下大概四分之一左右大橋 就是從外面開過去的 我弄錯了這個 汪洋基 汪洋基是我們現在唯一很慶幸 英哥還唯一 是設定的一個古蹟 當然很多古厝齁 歷史不一定會比他廣 可能甚至還比他更長 可是只有他這個 很可惜今天那個余先生沒有來 尤其是他真的 很特殊啦 因為一般的產權者都會想說 把它拆掉蓋大樓對不對 可是他就是很重視文化 主要保留下來 其實我覺得 這個是很令人佩服的一件事情 這是我們汪洋基 當初我們在 那個社區報在第一 我記得是第五期還是第四期 有做一個報導 那時候是林志信 還有我們洪春龍大哥 幫我們開放 還有其他的土地 這個是英哥的派出所 現在已經拆掉已經蓋大樓了 不過派出所已經簽了好多年了 已經簽了至少20年了 這後面就是 中樓就是剛好在後面 這看來剛才是座山的 一座山對不對 後面就是中樓 剛好配合這邊的警察局 可以放空氣的警方 好 謝謝大家 謝謝